Hello,大家好,我是Tina,我是Katy 那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中国和澳洲生活上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中国和澳洲都有生活过 所以我们今天归纳了有四个点 从教育到生活到饮食学习各方面 我们都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希望今天的视频会对好奇宝宝的你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澳洲跟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看医生上面的区别 那在中国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如果身体上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直接就可以去到医院然后去挂专科门诊 挂号然后等着他们叫你一进去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你再紧接着去体检 可以直接去验血啊去照X光片啊 然后直接去开药 就是整一套流程下来还是门诊 除了要排队要等就没有什么忙 但是在澳洲的话就完全不同了 澳洲的话你一定要经过这里的家庭医生就是GP 我之前因为很习惯在中国体检的流程 然后呢我到澳洲以后也想要体检 我去看了那个GP家庭医生 他跟我说你不用体检 你这个年龄不需要苦恼了 其实就到现在都还没体检成 哇那这点真的是蛮麻烦的 除非你真的是自己觉得你有什么病了 你跟他说然后他也观察过你 然后也做了一些简单测试以后 他真的只觉得你有病了 他才会推荐你给专科医生 让你再走中国那个流程 你任何生活上的问题都是去看GP 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最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睡不好觉啊 担心自己是不是心情有抑郁或者焦虑的倾向 一般中国会觉得你可能直接是去看心理辅导师心理医生 但是呢这边大家的第一反应基本上是先去看GP 所以包括是你想饮食 饮食均衡一点呢 你觉得哎呀我最近好像一直贫血啊 好像最近肉吃的不够多 我到底怎样可以均衡一下我的饮食 也是去看GP 一般都是你喜欢这个医生你就会固定常年去看他 然后他对你的身体和你家庭的情况他也会比较了解 所以可以更好地帮你推测出你自身的一些病该怎么治 那我们现在来讲第二点 就是交通 是我们心里的痛 在澳洲真的是 在澳洲如果你们住过的话 主要是之前在中国住了 你就会有那个前后差别一个对比 在中国又多很方便 比如有地铁 翻车次数也是很多的这么一个 系统 对基本上你去等地铁的话 你可能这一班地铁没坐上 你基本上会觉得五分钟之内 下一班地铁就要来了 那澳洲的话 简直不是这么回事了 中国如果是火箭 澳洲就是蜗牛 这个就真的还是蛮蛮的 对澳洲呢重点是我们现在主要用的还是火车 我们还没有地铁也没有轻轨 也没有这些磁蜘蜘列车 然后呢我们在市中心呢 基本上做的都是电车 然后这一边最主要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慢就算了 班次少也就算了有可能一等15分钟半个小时 对它最起码是15分钟一半 然后你偏远一点的地区或者不是特别热门的那些站就是差不多半个小时一半 对 然后你要是错过了你会 而且我发现每次都是在至关重要 比如我今天下午有个面试 或者我今天下午要跟谁是谁要在哪里见面 那个永远它不是delay了 就是取消了 对 你今天看好这个班次了 我要去坐这个车 你一坐 哎这车没了 就是你直接过去了 他们说我们最近在维修 现在这一整个轨道 从这个月的1号到这个月的31号 没有这个车了 所以在澳洲你基本上没有车 你是活不下去的 我以前刚搬来这边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舞团跳舞 然后其实家里舞团开车只有15分钟距离 但是我要坐两辆公交车倒来倒去 就差不多要坐一个多小时 这边的交通一般 如果你住在city外面 就也不算是很偏远 可能开车半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到达市中心的这么一个位置呢 来回去city是要8到左右 8到就差不多40块人民币 真的很贵 反正确实我们总结出来 住在澳洲呢你就还是要开车 对你如果有车的话 说实话还是蛮方便的 而且邮费也比较便宜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用抢车位 你去哪里都可以停车 还是蛮方便的 对而且那个停车费用也是不算很贵 这个也是我们最沉重的痛 是我最沉重的痛 我觉得比较痛苦 那是什么呢 就是教育 你肯定会问我 为什么是我最沉重的痛 因为我把中国的苦和澳洲的苦 我两头我都沾上了 我在中国呢 我以后我们再会跟大家说 我们在中国成长的经历 但是基本上我是在中国经历了中考 在澳洲经历了高考 那我觉得中国跟澳洲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基本上都是五门课 就是语文 英语 数学 化学 物理 五门 你一定要读着五门 然后你基本上中考也是考着五门 你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 可能会再多一点政治啊 历史啊 这一些 但是澳洲的优势呢 就是你想读什么 你都可以读你在小学和差不多初中的时候 你可以去学烹饪啊 你可以学缝纫 你可以学设计 日语 韩语 中文 你想学什么都有 基本上都有的学 然后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多元化 比较就是你可以就是真正的去上学的时候 是学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然后基本上的话 在初中的时候 你还是会学一些基本的数学啊 英文啊 然后那个时候 science也有学 科学 对 除此之外 其他的科目 除了体育以外 就是可以自选 或者那个时候 我们还会有木工课 木工课 刚刚开始也是一定要上的 就是今天会做一个风铃 你自己设计 或者你自己设计一个鞋箱啊 那种桌子啊 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呢 到高考的时候 并不是一定考 就是中国那样子 学的那五门 对 到高考差不多这一边呢 是你在高一 往前你都是浑水摸鱼 你可以天天躺着过日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高二 我开始读了 高二和高三 才是真正你学高考的东西的时候 你除了英文 还有数学 你都不一定要选 除此之外 你可以学任何东西去高考 我当时呢 我就是学了英文 然后呢 数学就学了高数 然后日语 我考高考是考了日语 然后呢 中文是我自己选的 我选了中文 那个时候我们的高考 考山楂树之恋的电影 你真假的 对 意思就是你可以学任何东西 那时候我们有同学考的是美术 所以他们会画油画 要考那个美术的历史 这种的话就比较适合大学 对大学 你想去学设计 你本来就要给一个art portfolio 给你的大学看 那你在高三的时候就可以做 然后也有一些学生呢 想直接出来去酒店做的 所以他也可以学hospitality 就是我们专门将你烹饪啊什么 那些学生基本上毕业出来 就是进那种像蓝翔技校 就是中国艺上蓝翔技校 或者大专 这种专门专科类的学校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中国跟澳洲最大的区别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一直我在这边说 就是中国跟澳洲 我觉得大学上面最大区别 就是澳洲基本上是活到老学到老 你无论是几岁 你可以上了班生了孩子 甚至可以什么怀着孕啊 或者孩子已经生出来 推着婴儿车去上课 对我们的教授都说 经常会有一些妈妈或者单亲妈妈 他们带着两三岁的孩子 然后就放在教室后面 然后就给予听课 这边就是网课非常多 就如果你是想跳槽 或者是单纯的在学习一样东西的话 你都可以在网上报名 然后可以用自己的业余的时间 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去学习这门课 然后最短的课程 有从三个月到半年的 这种短的你就可以直接拿一个证证 长一点的呢可能就一两年 但是呢拿到以后 它都会给你一个相关的文凭 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个文凭去跳槽了 那第四个我们就讲我最喜欢的方面 那就是吃的饮食的方面 那我觉得中国吃的那当然因为是中华美食 中国这么大 就是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美食 就好吃的东西非常多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 比较就是你要吃中国的美食 你基本上就是都是在中国到处的各种好吃都会吃到 但是呢像一些小众类的 对就不会太常见 就是其实好像大城市的话也是会有 但是我个人吃下来 我发现就是没有很正宗 然后肯定也是菜系也是偏少 而它的口味也会根据亚洲人 就中国人喜欢的口味 会去进行一点改良 但是澳洲就不一样 因为澳洲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 就是任何国家的人 你都能在澳洲找到 对所以在澳洲基本上你什么 我说我今天要去吃非洲菜 我明天要去吃土耳其菜 然后我后天要去吃印度菜 对非常非常多 其实就是你走在街上 几乎每一个suburb的主路都会有这些餐馆 那让你们了解到底有多么的本土化 就是你在这边 我说我今天要去喝贡茶 我要去喝周杰伦开的那个是mochi 是mochi 我要去喝周杰伦的奶茶 那我现在下去我就可以喝了 全部都有 我今天要去吃仙玉仙 也有仙玉仙自己的电器舰店开在这里 你想到的都是你最近想的 都说我现在出不去 我喝不了的东西 或者你想吃麻辣烫啊 想吃火锅 这边火锅 中国的火锅 从重庆火锅四川火锅 各种的火锅 什么半夜 我10点11点我要去吃麻辣烫 基本上city就什么都有 就是以中国 City的中国的餐馆一般会开的比较晚 这个就对于像土耳其菜 印度菜啊 你刚刚说希腊菜这些 也是你都比较容易吃到当地人自己过来做的 很正宗的海系 然后另外我想说的就是这边的超市真的很好逛 它满足了特别多的小众人群 比如说你是对乳糖 就牛奶你喝完会拉肚子 就是不耐乳的 对 然后比如你有糖尿病 或者是不能食用面筋 也有些部分人群 吃了可能会拉肚子肚子痛的 对或者就是身体会冒出别的健康问题的都是因为不能吃面筋食品 其实老外的话非常多这种小毛病 所以超市都有为这些小众的人群 专门设立有他们可以买的东西 对所以这边经常可以买到什么lactose free的牛奶 就是那种不含那个乳糖在里面 然后比如你是有糖尿病 然后你又很爱吃甜的 像巧克力 他们专门做一些糖尿病人可以服用的 对 最可以食用的巧克力 对就会有什么巧克力是不含糖的 如果巧克力不含糖 就是这种我觉得它还蛮多元化的在这方面 所以大家看那个30而已 你们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没看也没有关系 那具体就是呢 其中一个角色里面讲了 买了一个27块钱 25块一个的橘子 然后在进口超市的那个橘子 那个橘子当时就火了 然后我们俩看着就很想要吃 然后上网一搜 发现我们这边的普通超市也有卖 然后是四刀 七刀 七刀一公斤 就是中国是25块一个人民币一个的橘子 这边是 五七四十五 五七三十五 玩大了吗 六三十五七三十五八四十 五七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人民币可以买到一公斤 一公斤 所以是很便宜的 然后这一边的蔬菜是非常的巨大 上次我们要买芹菜 这么大的芹菜 跟一个三岁小孩差不多大 买个西瓜 这么大的西瓜 就是这边 什么东西都大 这边主要是就是蔬菜方面也是什么东西都比较大 当然你们如果想看看澳洲有什么蔬菜 就是澳洲其实有一些非常奇特 在中国是见不到的蔬菜 我们拍了那一集 对所以想给大家说 如果你们要看那个的话 我们会放在这上 那我们今天的基本上就整了四个话题 四个最大的一个 最热门应该是大家最想了解的话题 当然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话题 我们都没有讲到 所以我觉得如果还有其他话题 你们想看的话 就一定要在下面跟我说 留言 留言 给我们 然后如果我们凑齐 就是比较多人问的一些话题的话 我们还会再拍一个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的观看 最后三件事情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 订阅 下留言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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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吧 拜拜 拜拜 爱你们 拜拜